今天我要坐下来讲 这种感觉蛮好的 我觉得有一种 好像我是YouTuber的感觉了 我还可以翘一下脚好了 受伤有特权 我今天要讲的讲题是 身体属灵神学系列 因为我上一次有机会来讲 我就讲了 因为这个身体的属灵神学 是我今年我祷告 重生领受的感动 因为基督徒长期忽略 我们的这个身体 我们这个肉体 是在属灵上有非常重要的重要性 不是只有思想的 我们在读使徒信经最后两句是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我们的身体会复活 所以为什么启示录有新天新地 它的意思是 你将来还是有个身体 要在一个具体实体的空间生活 我们的盼望就在这里 所以我上一次讲 圣洁幸福为根基 是算我的第一奖 我希望有机会可以把它系列地讲 我跟大家讲 这是哥林多前书的分段结构 这是我整理 我有稍微参考 当然有学者的看法 书信的开头是一章的一到九节 那一章的十节到四章二十节 大家大概很熟 就是十字架的大能跟智慧 去警戒哥林多教会的分裂主义 然后五章的一到六章二十节 就在责备哥林多教会性犯罪 从这个地方 他开始讲这个身体属灵神学的论述 所以为什么我第一讲会放在六章十二到二十节 那七章的一节到十四章四十节 其实主要整个主体就在回应 更多教会的人问了保罗很多的问题 那他就根据他们的问题 主要的问题去答复他们 所以当他写信回复的时候 这些讲论里面有一些是有情境跟处境的 那最后他就呼吁这卷书 所以你们知道 对不对 我们最熟书章这里 福音是基督身体的复活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框架 然后书信最后就有所谓的结尾语 这样子 所有的新约书信都有开头语跟结尾语 然后中间就是他的信件的body 很多有他的重要神学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其实他开始讲属灵神学 这中间是他回答 那哥林多教会的确在性婚姻身体上 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就放在这里回答 那么最后他用身体复活来讲述 所以是框柱这个框架 那其实在七章的一节到十四章四十节这一段 他在回应整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我可以跟大家讲 就是权柄这个问题 权柄的使用跟主张 你看会看到他开始就讲论道 关于 所以我这样区分一下 我再把七章到十四章之间分段 所以七章的一到二十节 在讲身体跟性权柄的使用跟主张 然后七章一到九节 婚姻是唯性权柄主张的所在 十到十六节 身体是婚姻的信仰记号 割礼跟身份不是必要的信仰记号 童真跟守寡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段落都是跟身体跟性有关 后面讲身体跟食物 这两个问题有没有觉得是我们生命中最多的问题 性跟食物 对不对 我们的需要 我们有权柄 我们要主张 然后他最后讲 更高的原则叫做不滥用权柄 那十章这里他讲 警戒在敬拜上滥用吃喝的权柄 那我上一次就讲 食物是为肚腹 肚腹是为食物 对不对 身体不是为淫乱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保罗就是用食物跟性这两件事情 来评论哥林多人在这两件事上的软弱 所以不是凡事都可行 我上次就讲 因为权柄 我认为我有权力主张我的权柄 我认为有权力享受这个 我要得着这个 那后面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十一章到十四章之间 其实他也同样在讲 就是教会要严谨有次序的使用权柄 这个大段落其实对教会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在讲 就是我们怎么严谨有次序的 去相互尊重不同的恩赐的权柄 那包括圣餐礼 还有各种恩赐的教导 你可以看得到在这里面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神学的教导 希望以后有机会 可以跟大家更多分享 你会发现权柄这件事情 不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 甚至于在教会之间 你们发现权柄的主张跟使用 经常就是我们纷争的原因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就只来看 这个七章的一到九节就好 那我的讲题叫做 重信权柄的主张操练俗云生命 我有经过教会同意的 好 这样子 我说我知道这个题目有点劲爆 可是我从来不是乱讲 因为我就是讲圣经要 圣经写什么 跑步也不对了 一劲爆就 我看不到而已 你们看得到吗 你们也看不到了 是不是 回来了 回来了 这样子 那所以呢 OK 这个part 我们看一下 我们今天就要讲的是这个 OK come back 没关系 大家再复习一次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七章一到九节就好 题目就是从性权柄的主张 去操练属灵生命 那你可能会觉得 哇 性权柄是什么 更多前书这里 那他在教导 保罗在教导性权柄的一个正确的主张 好 可以操练属灵生命 我今天有些同影片 如果字比较小 没有关系 你听我讲就好 我们在身体上 我们有没有生理的需要 对不对 我们都要悠闲解决 最简单的叫做 吃饭 对不对 你肚子饿了要不要吃 要 这是你的生理需要 对不对 连小婴孩都会为主张这样的基本需求 他会一直哭 对不对 因为我要吃 对不对 他就哭 那这个 长期的饥饿或营养不良 会要人民的 那作为国家或父母 我们就有责任去喂饱人民跟孩子 那弱势或者小小孩 他没有能力主张 他需要的权柄的时候 公义的社会会为他们 要为他们主张 但是同时呢 圣经也教导我们一件事 我们可以放弃生理 基本需要的主张 来操练属灵的生命 比如 耶稣有没有在旷野四十天 受试探 他饿了四十天 对不对 那我有查了一下资料 听说只喝水 不吃东西 人最多可以撑一个月到四十天 我没试过 我有低血糖 低血压 这样子 我老是有理由不进食祷告 我要进食祷告 要先祷告 我要进食祷告 那所以呢 听说四十天过后 就会过人类的极限 所以你看圣经 圣经真的常讲 都是真实对的 那所以试探者就跟耶稣说 嘿 你不是神儿子吗 你老爸一定有给你权柄 可以吩咐石头变食物 但是耶稣不为所动 他说经上记者什么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 主耶稣从来 他对神的话语非常的熟悉 他的神学很清楚 然后那个是圣灵引导他 去受试探 所以我们都可以 圣经清楚 神学熟悉 圣灵带领 我们可以胜过试探 我们可以胜过这种 权力主张的需要 信 是神设计给 在地上所有活物的需要 我们是身体 我们的重要需要 从来都不觉得 我们应该否认这件事 那人类从青少年起 就像要吃东西一样 男人可能一辈子 都挣扎在这种需要 直到高龄 对不对 不行了还要吃药来冲 对不对 冲树这样子 那女人可能要到停经之后 对吧 停经之后才会停歇 所以需要在人类的社会 在公共权力上 我们就主张 我们应该有什么权利 比如说 主张同性婚姻的合法 对吧 对个人领域 我就会觉得我需要 我有权利去主张 我这个需要 保罗说是 我知道你需要 我也都知道 我们都需要 但是他就大胆地提出来 性其实是可以操练 属灵生命 不只是食物而已 那他一开始呢 他就这样讲 关于你们性上所提 所以我会跟你说 你会一直看到 关于跟论道 那关于你们性上所提的事 表示这是他回答他们的 那那个绿色的 都是我翻译的 那其实直接讲 这一句就这样翻就好了 男人不碰女人是好事 哇 你听得想太劲爆了吧 这样子 男人不碰女人是好事 我们无法确定 到底个人多教会 原来的问题问什么 但是一定是跟性权柄 性主张 性需求有关的 那特别他针对男人这样子 那碰触这个字呢 是微婉表达性交 touch 原来就是touch这样 我们台湾话 那个摸 也是微婉表达性 有人听过吗 我们那个年代 我认识一个人 他女儿交了一个 医学院的男孩子 他爸爸到巷口 其实他必死于 我连手都没牵到 他爸爸到巷口去 用台语大声地喊说 你儿子摸了我女儿 你要娶她这样子 他还真的老实地就娶了 这样摸了 对不起 我用台语讲一下 我觉得比较传神 碰触是性交的委婉用词 根据哥林多前说 我先跟大家讲 你放心 保罗绝对不是一个 主张男人要禁欲的一个想法 因为他说男人不碰女人是好事 原文就这样子而已 那其实很多学者就会主张说 其实可以这样翻 叫做男人不要为性满足 而利用女人是好的 第二个 男人最好不要为了性满足 而与女人发生性关系 你们今天来教会前 没想到讲 也要讲这个对不对 有没有吓一跳这样子 不要吓一跳 这是圣经讲 不是我讲的 比如来讲 嫖记或一夜情 其实很少一夜情 都是一夜性 那有些美国基督徒的小孩 为了不要婚前性行为 就早早结婚 有时候也就早早离婚 那保罗希望男人呢 是叫做 不要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 去性交 那传统上 其实到今天也一样 对不对 我们常常认为 男人的性欲 是像吃饭一样 在身体机能上 一定要被满足的 你可以注意到 在七章这里前面 保罗就已经讲 他们在第五章乱伦那件事情 那个收纪母的事情 如果你对这段圣经不熟 没关系 你回去读一下 那那个很可能 就是那个纪母还很年轻 那纪子的跟纪子的年龄 可能接近 甚至于还比纪子年纪小 这样子 所以收纪母可以满足 他的兴趣要也满足自己的 那年轻貌美的 这个寡妇多可怜 对不对 人家才不要像我们中国手 什么癥结牌坊 这样子 那保罗就说 乱伦就是乱伦 你要知道 即使是在当时的罗马文化 乱伦在非基督徒当中 也是受责备的 那有学者就推测一件事 因为我们会发现一件事 他们好像蛮得意这件事 所以保罗在骂这件事情 那所以有学者推论就是说 因为可能有金钱的继承 然后他们还觉得我这样做 我还可以奉献给教会这样子 所以保罗才会五章二节那里 直接骂他们说 你们还在那里自高自大 你们不觉得痛心吧 把这人从你们教会中间赶出去 这样子 他们可能还觉得是美事一桩 对吧 性金钱什么都有这样子 那大家觉得为何不可 那这就是当你主张 你有权利去做这种 性权柄性需要的主张 你自己解释的时候 你什么都可以做 那么另外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第六章 他讲嫖妓 我们上次也提到 对不对 我们觉得应该 呀我有需要嘛 反正有妓女嘛 那就可以去嫖妓咯 那妓女呢 是自古以来永远都被轻视 却被需要的 一个职业 一群人 你可以看到西勉跟利未 他妹妹抵拿被强暴之后 他们就愤愤不平 认为对方把自己的妹妹 当作妓女 犹大的媳妇他妈呢 他就去假扮妓女 为了帮他们家留后 他还蒙着 因为他蒙着脸 因为蒙着脸的是妓女 那都显示 妓女在社会是被侵蚀的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妓女被归为不解 祭司跟大祭司 不可以娶妓女为妻 那我请大家注意一件事 圣经里面 旧约圣经在讲不解的时候 他不是在讲你很脏很坏 他的意思是因为圣根结 是以色列是被拣选 各位弟兄姐妹也是 你是神的子民 你是属神的 你的圣根结 是你在神面前 要承受圣职的必要 所以一定要是地位上成圣 在状态上保持捷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祭司不可以娶妓女 大祭司也不可以 特别生命一件事 生命纪23章的17到18节 是讲一种古代的恶劣的习俗 就在庙宇里设立男女的庙祭 然后用信交赚钱当作献祭的仪式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件事情 就是像这个一次性妓女的 他妈跟职业妓女的喇合 对吧 他们两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五经没有去规定 一般人不可以娶妓女 OK 那后来喇合也嫁了 对不对 他妈跟喇合都离开妓女之身去 归向以色列家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圣经没有歧视妓女或妓女这个行业 但是圣经也并不鼓励这个行为跟行业 那么保罗呢 他在劝勉一个男人 劝勉男人不要为满足性欲去性交 他其实在教导所有的男人 女人也一样 性跟爱是不应该去分开的 那很多人就说 男人是可以把性跟爱分开的 但也不全然都是 生理上的确 一个单身或失婚的男人会有性需要 无法满足 对不对 那人家就会说 妓女是自古妓精存在的行业嘛 对不对 还有人讲说不然社会会更乱 有没有听过这种论调 对不对 你们没听过 这么单纯都在读圣经 对不对 OK 其实呢 这种说法某种程度我们了解 但是保罗也懂 主耶稣也懂 所以我们就问 如果你的姐姐妹妹 你的妈妈 你的女儿 去当妓女来满足别的男人的性需要 为了赚点温饱 你会或者满足虚荣 你会觉得好吗 你会接受吗 你会赞成吗 那当然或许 我们来逃避这个难解的问题好了 反正罪恶堕落的社会嘛 反正就永远有女人自甘堕落 或者被遗弃 没人爱 淘家少女 贫穷困境的单身妈妈 不得已 他们自愿的 我也管不着这样子 那我想讲一个真实的见证故事 不知道有没有人听 我知道有些学生已经听我讲过了 有一段时间我在芝加哥 威乐 Creek聚会 那我不知道他们现在的情况 这个教会的主日信息 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他们的讲员 他们的牧者 都很勇于跟妓女 枪犯 毒贩 社会边缘的人去接触 传福音给他们 那有一次 有一个牧师就告诉我们一件事 有听过我讲这个力真的 举手一下 没听过 有一天教会呢 教会很大 那个很大的教会 就来了一个女的 哇 我的天啊 全身穿粉红色的 粉红色的洋装套装 那种上位袖子上 还有那个毛毛球球这样子 然后脚上的鞋子 也是粉红色的 还有毛毛球球 然后他还填了新朋友卡 他就坐在后面 然后那个牧师就去跟他说 啊 那个就问他 为什么来教会啊 第一次来吗 哇 他直接说 他说 他就直接说 我是个妓女 他说因为呢 我的男友呢 贩毒 警察要抓他 所以警察每天到我家站岗 害我不能做生意 所以呢 我就跟我的客人约好 在教会见面 So smart 他说因为警察不会跟他来教会 OK 他跟他的客人约在教会见面 他每次来就坐在后面 我在想 我们华人教会要真知道 要有这个妓女坐在后面 搞不好我们还来做生意 对不对 你会把他赶出去 Probably 他们就让他每天来坐在那里 每个礼拜来坐在那里 然后到有一天他没来了 牧师就打电话给他 问他说 你怎么没来了 他说 我男朋友被抓了 我已经可以正常做生意了 然后牧师跟他说 你再来教会好不好 你们知道他说什么吗 因为他不是都穿着花痴烧枕吗 他说 我不知道要穿什么 牧师说 你穿什么都可以 那天他不愿意进教会了 他跟牧师约好在对面的咖啡厅 牧师坐在咖啡厅里 当咖啡厅的门开的时候 一个像邻家兽女的女孩 穿着牛仔裤跟T恤走进来 他看 那个牧师第一次看到 因为他都大农装这样子 牧师第一次看到 像个邻家的小女生走进来 你猜他第一句话跟牧师说什么 I am dirty 牧师跟他说 I am dirty too 他说我很脏 我是脏的 牧师说 我也是脏的 没有一个妓女 是快乐当妓女的 每一个女人都想要被爱 主张性滥交或多元性对象的人 私下是非常的空虚跟忧伤的 保罗今天讲的这句话的背后是 如果我们不去主张 不去消费 就不会有公益 保罗要我们把性需要的权柄主张 拿来做生命的操练 他自己是 主耶稣是 你知道他们两个都单身吗 你知道他们两个都独生吗 他们为了完成大使命 选择独生 他们没有性需要吗 有 你后面会再看到 在跟迪多前书 后面你会再看到 他自己有讲 我不是说他直接讲他有性需要 他说他可以娶姐妹的 当然有 但是他们靠着神 可以用性权柄来操练神明 有些人呢 有些男人认为 只要女孩愿意 大家都有需要 一业性没有关系 consensual sex 对不对 双方都单身没关系 我最近遇到一个弟兄 真的很可爱 他刚新婚 然后他看不懂中文 但他听得懂 然后他跑来 他要上我的课 然后他还说 他一定要请我吃饭 他请我去一个很高级的陈寗吃饭 还有别的姐妹 然后他跟我讲一个 他说他跟我讲他的见证 他说他从小在很好的 纠角家庭长大 可是没有被教导 如何面对性需要 他说他没有结婚前 他加入一个交友软体 你们知不知道美国有很多app 对不对 全世界都有这种app 那这种app不真的要交友 可以约来干嘛 对不对 可以约来这个性交 那他说呢 他其实根本不想交友你 他说他满脑子 只想约女孩子来发生性关系 他从来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这么好的 就叫家庭的小孩子 他签这个我家 他说到有一天神光照他 让他知道这种只想跟女孩子发生性关系 满足自己的性需要 是一件非常肮脏baby的事 是一个罪 不是性需要不对 是把性跟爱分开 是一件不讨生喜悦的事 他就认罪悔改 他就跟我说 他说老师我是经过这件事 我才经历重生的 所以第一点我想跟大家讲 用性需要去操练你的属灵生命 主耶稣保罗这位弟兄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甚至我认识这些同性恋的 由同性恋倾向的主内肢体 他们让我知道 不是男人就一定控制不了性欲 一定要找妓女或一夜性宣泄 性需要可以用来操练属灵的生命 他们不嫖妓 没有一夜性为主守独生 所以我讲 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当中 有同性恋倾向跟需要 他们却愿意为主守独生 我们更要去敬佩跟爱护他们 有两件事不要问 为什么不结婚 为什么不生小孩 我跟你们讲 这两件事情是 不管是不是同性恋 都没有人喜欢问 都没有人喜欢回答的 我们可以用性 需要去操练属灵生命 第二点 一男一女的婚姻 是唯一性权柄主张的一个所在 保罗完全知道性需要 所以他鼓励结婚 结婚 才是性权柄唯一的主张的所在 而且他清楚地强调 一男一女的婚姻 是唯一性权柄主张的所在 然后他就讲 你看他说 为了避免淫乱 他说男人要各有自己的妻子 女人要各有自己的丈夫 我知道你们读这节经文就觉得 这节经文简直对今天来说是个笑话 怎么每个人都应当有自己的妻子跟丈夫 找不到合适对象的一大堆 不想结婚的年轻人一堆 比比皆是 这节经文 保罗是根据圣经的教导 而回答他们的 我们不能因为自己不喜欢的 不认同的 或以为不可能的 就认为圣经的教导是过时或没有用的 婚姻是唯一性权柄主张的所在 其实这对男女都是好的 他在这里用很多的词汇 都是很委婉的表达性上面的需要跟满足 比如第三节 丈夫对妻子要尽本分 那么尽本分就是另外一个委婉的讲法 就是夫妻之间要彼此的满足对方的性需要 第四节 妻子对自己的身体 这个身体也是委婉的去表达性权柄的主张 只专属于对方 就是你不能再觉得我有性需求 我老婆不行 我一定要再去找一个 No 你需要这样子来把你的身体之主的性的权柄 你看身体没有主张的权柄 你会觉得这什么意思 他当然就在讲性的权柄这样子 只有丈夫拥有你 你也拥有丈夫 保罗接下来提这一点叫做夫妻不可分房 有没有 不可忽略对方的需要 除非为了专心祷告 在两厢情愿下暂时分房 这样子 就不忽略对方的性需求 除非为专心祷告 还有两厢情愿 两个人都说好才可以 暂时分房 以后还是要同房 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 以后你们犯了奸淫 或者淫乱 犯了奸淫 那么分房这个概念 其实是表达没有性生活的慰望用语 所以第五节其实是说 为了要专心祷告 有一段时间夫妻先没有性生活 保罗认为夫妻不能长期没有性生活 这个特别是针对于年轻到壮年夫妇 是很重要的提醒 至于我们现代人 因为居住空间许可 有没有夫妻因为对方打呼 分房睡的有没有 有吧 对不对 或者那个睡觉有人还要开灯关灯 对不对 不太一样这样子 那他这个不在其限 保持还是保持美好的正常性生活不一样 或因为工作要出差外派旅行 不需要混为一堂分房这件事 保罗的重点就在讲 就是你在性需求活跃需要的年龄 那即使你活跃他不活跃 你还得去面对 所以最辛苦的就是女人停经之后 对不对 那所以保罗你可以看到他单身 可是他知道这种性需要的满足 是非常重要彼此的满足 所以你看看他第六节 他说我说这话是出于容忍 不是命令 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吗 他的意思就是说 那你就不要找借口 动不动跟你老婆说 对不起我今天晚上要去祷告了 我长期都要去祷告了 Sorry我要专心祷告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随便找借口 逃避夫妻间正常的性生活需要 意思是 我不是命令你们可以为了专注祷告就分房 而是因为你需要专注祷告 暂时容许你们分房 保罗辩证是很强的 那他在第七节这里讲说 他说我希望像你们一样 因为他在讲一件事 他有独身的恩赐 独身的恩赐要跟神寻求 我在三一读书的时候 我有认识一个美国弟兄 他真的他就是 他就是觉得他有独身的恩赐 然后他真的就是受独身一生这样的 这也是我看到很特别的 我还认识好几位女生男生都有 他们活得很快乐很自在 觉得我就是有独身的恩赐 而且我喜欢受独身 那每个人不一样 所以保罗有这样讲 但是我每个人不一样 你没有独身的恩赐 你就找对象结婚 所以你看第八跟第九节 他在第八节保罗就继续说 我对没有嫁娶的 就是单身的跟寡妇 你们如果能够像我一样 守独身也挺好的 但如果不能自治 就应该嫁娶 与其浴火攻心 倒入结婚为妙 所以八九节这里 保罗补充说明 不是只有男人性欲 比较男人 女生也可能有很强的性需要 那这里呢 他的寡妇当然也是讲到 还年轻有性能力需要 多数年长的男性 在上偶之后 会比较希望继续找一个伴侣 男人在长年有年长之后 其实比女人更需要伴侣 Sometimes还不是只是因为 那个性上面而是伴侣上的 那年长的女性上偶 在经济条件许可下 通常比较想过单身的生活 不想再婚 如果你因为上偶 你有忧郁或伤痛 你一定要去找智商辅导 或看心理医生 你不需要觉得丢脸或不好意思 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的教导 很重要的是美好的性权柄的教导 其实他一点都不是什么保守的想法 因为保罗在更利多前书六到七章这里 其实是圣经里面 纠教里面对性爱婚姻跟身体 最清楚也最实际的教导 如果你问我说 我可以有什么性方面的教材可以教 我相信六到七章这里 都是你很好可以学习的 比如说有些美国人 我不知道上次有没有提过 就是有些美国的教会会办 father's father daughter's night 有没有听过 party或者dance 让一个女孩知道 一个跟她约会的男孩子 应该如何彬彬有力 应该完全尊重她 未经许可 你不可以轻易碰住身体 那这也教导女孩子 爱你的男人 要尊重你的身体 那她自己也要尊重自己在单身未婚时候 不轻易主张性需求权柄 很多男生会说 反正我很爱你 有什么关系 或者我一定会跟你结婚 有什么关系 经常有时候关系很大 教会有时候好像有一种失败主意 反正教会社会都交性开放 我们在教里教没有用 绝对不会是 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父母 跟我或很多基督徒父母 我们都是自己陪 自己教孩子 你不陪 你不教孩子 孩子学的就是社会的 学校的 我们陪我们教孩子 孩子可以跟着我们了解的圣经教导来学习 那我也知道 有些父母自己婚姻失败了 就不敢教 不会教 其实失败更要勇敢面对跟分享 我跟你们讲 孩子都看在眼里 对不对 孩子通通知道 孩子很敏感的 那所以宁可我们勇敢去面对 勇敢去分享 那有一些就说婚姻还可以 也可能不太会教 所以这几段经文是很好的帮助 保罗是一个单身使徒 但是他如此坦荡地去教导性权柄的正确主张跟观念 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很多国家跟社会今天已经赋予同性婚恋的法律权利 那有些宗派跟教会就认为教会也应该要跟着去认同跟接受 那这样主张的人好像他们在乎世界胜过在乎圣经的教导 圣经主张的就是一男一女的婚姻 一男一女的婚姻 你们看过这种书 什么教会与同性的 寻找中间地带 这种书跟类似的文章我都看过 我绝对都有读过 他们没有好好完整去把这本圣经对于婚姻相关的教导完全了解 也对于圣经在希伯来文希腊文圣经预言跟写作不熟悉 我有全套台南神学院的同志神学的讲印 我全部看过 你们如果没有神学训练的人 你们大概看了都会觉得他讲得很对这样子 来我举这一段给大家看 针对同志关系不符合男女结合的圣经教导 不同于传统的观点指出 在创世纪第二章上帝造了一个人 哈阿当 然而上帝看那人 哈阿当 然后还加中性是孤单的 然后就这样都没有适合做的 就另外创造一个帮助者 他认为那个只是一个帮助者 所以他就这个结论 婚姻的伴侣只要能帮助就好 不需要是异性 我告诉你们这绝对是叫做扭曲经文 一个词汇怎么会是 除非它是德文俄文或拉丁文 你有分阴性阳性跟中性词汇 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阴性词 你可以讲有些语言里面 他会用一个阳性词去表达 gender inclusive 就是说比如说 a man可以表达一个人 对不对 不一定是一个男人 可是不会因为这样 a man就变成一个中性词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对不对 那所以呢 这是错误的 那为什么呢 你再看 他不往下看经文 创世纪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神就娶了肋骨造了女人 然后亚当自己就说 他说这是他应该这是一个女人 因为他是从男人而出的 你们知道吗 男人这个词是从亚当口中讲出来 我接下来这个 然后你再看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才会讲说男跟女 男女再成为一体 那在这个 接下来的字有点小 你听我讲就好 我的书要写 这是我要出的书 我已经写了 如果你不理解创世纪一二章的创造来讲 我先跟大家讲 其实我们应该这样读 就是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的前半 跟二十三七节是在一起 就是神按他的形象样式造这人 亚当 神按照形象样式造了他 你可以看到前面全部是单数形 然后呢 这是第一个原型的人 然后呢 神就说这人独居是不好的 我要为他造一个跟他相称的帮助者 那个词汇其实在他对面的意思 那这里有信上面的和match的暗示 这亚当并没有找到相称 他始终用这亚当 你会发现先造的是亚当 后造的是夏娃 就是这样 创世纪的二章二十七到二十二节 神使这人沉睡之后 神以这人亚当 把这人亚当 把女人带到这人亚当面前 OK 然后呢 你再看到 所以这人亚当就赞叹 哇 他人类第一首诗故 中古肉中肉 对不对 称为女人 因为他是去自男人的 然后男性跟女性 他创造了他们 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 B 然后你再看到的才是 因此男人要离开 要跟他的妻子 女人结合为一体 这样子 并不羞耻 两人结为一体 那么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 神对他们说 这样子读下来 你可以发现一件事 就是所有的代名词跟称呼 是非常连贯的 这个整个是在一起 如果你问我说 为什么那这样 为什么这个分开来这样写 因为他有他写作的手法 因为第二章之后要接第三章 详细你可以去看我的书 他这样子来读 这整段经文就非常流畅 也合逻辑 因为保罗也在讲 保罗就是这样子读 他才会说 先造是亚当 后造是 是女人 是夏娃 这样子 那这不是我的发明 对不对 保罗也这样讲 还有主耶稣也这样讲 马太福音十九章四节 起初造人是造男造女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专恋 妻子 二人成为一体 这里主耶稣已经把 创世纪一章二七 跟二章二十四节 放在一起 所以他已经在教导我们 婚姻就是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 还可以说是一生一世 因为不可分开 对不对 所以神的确是带领 教导 就是一个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 一生一世的婚姻 告诉我们的 那保罗在哥林多前述 就是六章九到十节这里 他就已经讲 其实大家会注意到 这里有十个罪 十个罪 圣经常用十个来代表一个整数 那他当时 他当然主要有四个罪是 跟性有关 淫乱 奸淫 那那个坐软童 就是南妙记的意思 那为什么会翻青南色呢 因为这里是附数型 在当时的时代 是有些同性恋的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这四个 那其他呢 六项是其他的罪 什么偷窃勒索这些 那其实罪是没有大小之分的 都要认罪悔改的 那所以这样列在一起 没有什么歧视同性恋的问题 你要了解一件事情 圣经在条列罪的时候 他是要让你知罪 对不对 你要认罪悔罪 你不知罪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认罪悔罪 so不要太剥离心 觉得你看我是勒索 他说我有罪 那有罪悔改就好 我也有罪 大家通通有罪不是吗 I'm dirty too 所以新旧约圣经在指出人的罪悟不解的时候 是因为罪悟的人不能跟神同在 不能进神的国 他没有排挤你 他只是告诉你 你要知罪 你要认罪 你要悔罪 你要弃罪 你厌罪 你才可以加入或继续待在这个信仰的团体 那如果你不认为同性恋倾向是罪 你又要寻求这个认同 那你可以看到保罗在六章十一节这里讲 你们从前有些人这样 你们现在已经都洗尽了 他们就认罪 成圣了 成义了 所以呢 同性恋倾向的本身是一个罪 可是你可以去悔改 对吧 那你不要去寻求同性恋的认同 identity本身 到寻求所谓的sexual的一个behavior 这样子 那后面两个本身 那就是你去犯罪得罪神 你有罪 当然是罪的一种 对不对 那你有这样的罪 你愿意去认罪 遵循神的教导 那当然欢迎你留在教会里面 所以所有的教会 如果遵循我刚刚讲的所有的经文的教导 那按照圣经所行 教会没有歧视同性恋 教会是遵循圣经神的教导 你们都知道一个非常有名的 所以我就讲说不要再发展下去了 有一个很有名的同性恋者 叫袁又轩 有没有听过他的故事 对不对 其实我也认识好几位同性恋者 他们在教会里 他们就是有倾向 但是不去寻求说 教会应该给我同性恋的团契 有了外面别的教会有同性恋团契 有些 那他其实就讲一件事情 他就清楚 当他清楚 你们知道他是个毒贩 你们知道很有名的毒贩 他后来被抓他妈妈 他从监狱打一通电话 跟他妈妈说 他现在在监狱被抓了 对不对 他妈妈很高兴 因为他妈是个很好的基督徒 他妈妈说感谢主 对不对 他认为那是他最安全的地方了 后来他违改新主 当他确定 同性恋是罪的时候 他就离开后面这两个 认同跟行为 他为主守独生 他一直忽略所有的同性恋者 你有同性恋的倾向 无法改 可能难改 后天或先天很难讲 但我们可以为主守独生 所以放弃这样的性权民主张 是可能的 所以我才说 我们要更尊敬 我们里面如果有 同性恋倾向的弟兄姐妹 对不对 我是异性恋 对不对 他同性恋 我们叫他守独生 我没叫他守独生 我有我自己的罪要去面对 对不对 所以你叫他认罪 麻烦你自己也认罪 谢谢 他的罪没有比你的大 这样子 所以保罗在这里教导的 我先讲到这个部分 就是为什么一男一女 是那个性权民的主张 可是其实他这整段经文 要告诉你一件事 更重要 更积极的神学 是爱妻爱夫的典范 你不要把这种经文 读成八股的什么婚姻守真 什么婚前守真 什么婚姻中真而已 是 保罗是教导彼此去满足 性需要 OK 你做不做得到 你觉得他喜不喜欢 那些性的事情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你有这个心理去预备 我觉得他就是对我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夫妻在性爱上面 性上面彼此卫生 才更能培养忠贞的爱情 这样的婚姻没有什么不能克服 不能一起携手度过的 这个学者叫Catherine Sackenfeld 她是我非常敬仰的一个女性圣经学者 她也是专研旧约 她是普林斯顿的教授 她也是美国长老教会的牧师 我这三一上课的时候 我上那个 有一个很有名的信用神学教授 叫Kevin Van Hooser 他有一门高阶神学方法论 是所有PhD学生都要 神学PhD选要上 然后他要求我们要挑选一个学者 去研究他的神学跟方法论 那我就挑选他 那我要做 我还写了一封电邮给他 问他问题 那我一直觉得 人家不会回我 没有想到他在我做presentation 前一天回答我 我好感动 好开心 觉得他怎么那么贴心 然后我可以在我景仰的大师 Van Hooser面前做presentation 很有自信 Sackenfeld她最重要的 你看到她 这位女性 她不只是一个学者 不只是一个牧师 而让我最感动的一件事是 后来她先生病得很重 她的同事都说 她不仅教书 不仅服侍 而且她无为不知的去什么 照顾她先生 卧病在床的先生 我一直以Sackenfeld为我的榜样 我不知道 当另一半重病在她的时候 我怎么办 我希望是我生病 因为我先生一定会好好照顾我 我都觉得 我先生万一生病了 我有没有那个力气跟勇气去照顾她 这个是大概两个半月前 在媒体上出现一个故事 一个泰国八十一岁的老爷爷 他亲手打造一辆爱妻砖车 手推车 他就让她已经罹患阿兹海默症的太太 八十三岁的太太 让他们每天坐在这个山上 他就推她出去逛街 一个患了 罹患阿兹海默症的老太太 他其实坐在车上 他不见得知道什么 However 他在大太阳底下推着她 那是他满满的爱 他太太有没有享受 我觉得他享受到 因为他就这样被照顾 所以享受着这种幸福 我知道 你们就会问我这个问题 你说 你讲这些例证 你怎么知道 他们在婚姻上有美好共享性权柄 才能这样相爱到老 婚姻就是在你结婚的那一天 你就决定 我这一生只跟这个男人共享性权柄 我不会再有别人 我的查新材料有很多 让你们去想 包括性幻想 请你们去好好想 如果有一天 他因为生病了或残缺了 你没有办法享受性爱的时候 你还爱他吗 你会不会因为你不能拥有 你想要主张的性权柄 去抛弃你的妻子 你的丈夫 有人就是因为得了癌症或重病 被丈夫被妻子抛弃 因为我无法满足性需求 所以我先去外遇 或我去嫖妓 或我去一夜情 我最后就沉浸在我的性爱里 性里面 我就遗弃那个人 我丈夫生重病 我借故离开 最后抛弃 这些人是高举我的性权柄 不可能放弃 配偶的生命跟他的生活 是在我个人性权柄 旗下的次要 请问这是婚姻吗 这是爱情吗 有学者注意到 保罗很少在谈婚姻跟性的时候 把小孩子放进来 把生育放进来 他经常讲的是 夫妻间的相爱跟卫生 是去享受婚姻中的性格 所以夫妻在婚姻中 你应该做的那一件事 你不是讲了你的婚姻词词吗 你知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我的身体只属于这个人 不会有第二个 除了知道死使我们分开 所以我们彼此委身身体的权柄 使我们愿意在妻子 发生早发性停经 车祸变植物人 丈夫中风 患阿兹海默症 帕金森症的时候 我们不会性权柄去抛弃他们 性权柄不会高于对方的生命 这才是爱 这才是情 这才是婚姻 这是圣经的教导 除了死 使我们分开 在婚姻中 我们不轻易分离 来自两个不同的家庭背景 不同的文化有很多的挑战 但这却是学习树林功课 最好的地方 所以求神帮助 婚姻是共享性权柄的地方 是更可以真实操练你的树林生命 不要告诉我你的树林是什么 都是头脑在想 你为什么不敢 立志 我只爱我老婆一个 对不对 我们都会老都会丑嘛 对不对 开玩笑 我老公以前是电影公司找他拍电影的 你们知道吗 多帅啊 天哪 他现在是凸了头了 肚子大了 能看吗 对不对 他知道我在讲这个 OK 好不好 可以吗 我们可不可以用性需要去操练属林生命 一男一女的婚姻 是唯一性权柄主张的所在 同性恋倾向的人 我们依旧爱你 我们爱你 可是这是圣经的教导 我们都有我们的罪 都有我们的需要 需要去操练 OK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你 让国际大使命教会的弟兄姐妹 这样子来接受听这样一个信息 但这的确是保罗教导我们的 即使我们当中是单身的 主也愿意在神面前去保守我们的性权柄 看顾我们的性需要 主使我们成为圣洁的人站在你的面前 使我们不至于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 主使我们不受撒旦的引诱 主使我们在你的面前 让国际大使命教会 从小到大到老 每一位都看重身体的属灵 去实践它 用身体去实践它 因为它是最清楚的属灵的标志 主我们不是嘴巴在讲属灵漂亮话 那是用我们的身体去实践 主我们谢谢你 求你继续恩待 看顾 保守 我们国际大使命教会 在一切的事上 求你保持它圣洁存正 主在一切的使命上 你带领他们每一个同工 主领受从你来的话语 主能够奔跑你的天路 彼此互相的扶持 在你的面前站立的稳 奔跑得力 向着标杆直跑 我们谢谢主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命求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